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工人党有管理后港的经验 有后港作为后港 使得我刘成强可以在后港的培养之下 走出后港取得突破 我之所以能为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做出一点贡献 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有今天的发展 后港是新加坡民主政治发展的摇篮 后港无道的一位居民 他还记得1991年 我在中选的时候致辞所说的话 当时我向后港选民说 这就是新的起点 这个新的起点 经历了一段很长的路 从1991年 我当选后港区议员 2001年 我当上工人党的秘书长 开始着手工人党的更新过程 到2011年突破阿玉尼俱选区 这个新的起点 才取得真正的效果 我们才看到 新加坡在政治进程上 呈现新的景象 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 也从政治恐惧感之中 解放了出来 这是后港 对新加坡的贡献 所以后港 在新加坡政治历史上 有它特殊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 当前议员饶兴隆 出现问题的时候 工人党 无论如何 都必须拿出政治勇气 开除他出党 后港人 是坦然的 许多人 都以 是后港的居民 为荣 因为他们 赶赶不受行动党的微波利用 都坚持民主 坚持国会里 必须有不同的声音 这样 才能为全体新加坡人 谋复利 才能监督政府 才能建立一个 健全的政治制度 这种精神 是后港所特有的 也是后港人 引以为勇了 后港 需要有一个 敢说 敢做 敢承担的议员 才能配得上 后港人的精神 所以 即使 面对很大的风险 工人党 还是要拿出政治勇气来 让后港人 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 我不能够让后港人 如此的无奈 当然 行动党 有了这次补选 他也希望赢会后港 行动党的候选人 朱培庆硕 他可以成为 国会里 独立的生命 他的意思是 他虽然是 行动党的候选人 但是他会是 独立的 不过请大家想想 他可能独立吗 在国会里 有议员的政党 都会有党边 当一个政党 对政策 有一定立场的时候 所有的议员 必须是 必须是一致的 朱培庆代表 行动党 昌选 他不可能是独立的 除非他是 独立候选人 再说 行动党的主席 许文远部长 一直都很关心 工人党的团结问题 他怎么会允许朱培庆 做出这种不团结的表现啊 大家应该要记得 我想你应该还会记得吧 当吴作栋当总理的年代 他曾经说 要让二十位行动党的议员 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当然 他希望能够一手包办国会 那就好办事 但是 新加坡人是聪明的 新加坡的选民是成熟的 他大概也知道 这一套行不通啊 后来呢就 不了了之 我想 朱培庆应该去请教他的领党 为什么会行不通 现在 让我们来 看一看 行动党候选人 发给选民的 竞选资料 竞选资料 就这一本啊 这本里面 这本资料呢 细数他做了许多事情 我相信 我相信每个后港学民都有了 不过要指出来的是 他就 算不是国会议员 也能够做这些事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是基层组织部门 他由人民协会 作为他的后 他所做的 其实呢 是在自行政府 所提供的 各项 副利政策 比如说 他要帮助 后港的热灵人士 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 更好的家居设施 以及孩子获得更好的学权 中小学教育服务等等 这些呢 其实都是政府援助政策的一部分 本来 就是由他这个基层组织顾问 负责执行 就好像在阿玉尼俊显期一样 不过呢 他却拿来当他的竞选政纲 我想 大家 应该也有收到这一本小册子 给每位居民的 他的题目是 我也有收到啦 我不住在后口 不过也有收到 每一个新加坡东应该会收到 这个呢 是由财政部呢 分发给每位居民的小册子 是大选之后 2012年财政预算案 提供给全新加坡人民的 好处和鼓励 他现在要让你知道啊 已经有反映了 经过大选之后 其中呢 他比如说 热灵家居改善计划 热灵人士在家中 如果安装安全的设施 扶手等等 可以获得九十五八仙的津贴 所以 如果你愉愤的话 去看一看 比较一下 候选人 朱培勤候选人的竞选干领 所以各位 不论行动党的候选人 有多少的福利配套 来作为 选我吧 我有这些项目协助 你要问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 钱从哪里来的 是从他的口袋吗 还是行动党的基金 在过去的大选 我都告诉行动党 这些 不是你们的钱 是纳数人的钱 是国家的钱 最终 原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也承认 他说 政府的钱就是人民的钱 也就是你们的钱 朱培勤了 是拿你的钱 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请候候选人 不要被误导 就算落选 他也得进行这些政府的计划 因为他是基层组织顾问 如果 方荣法重选 行动党政府 委任他为后港区的基层组织顾问 我可以跟你打包票 他一定能做得比他更好 更出色 其实 不论 要在个别选区 推行什么所谓的地方性计划 都必须 要有政府的货款 要有钱 才能办得到 政府肯不肯出钱 改善人民的生活 来协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才是关键所在 所牵涉到的是 政府的政策 是全国性的政策问题 而 这也反映了 政府对人民的态度 是否愿意 多做一点事 协助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民 改善身 所以 这次 虽然是补选 但是这个补选 所牵涉到的 不只是后港的层面 也牵涉到政府 怎么样对待人民的层面 所以 不是行动党所讲的 地方性议题 它其实 关系到新加坡民主进程的一部分 如果你希望政府 接下来会好好照顾人民 不敢向人民施太大的压力 如果你希望看到 新加坡的民主政治 继续有所发展的话 那 你一定要支持工人党 5月26号 请投方荣发一票